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经过漫长的长假之后 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来跟大家来谈谈在新的兔联 台股未来的发展跟展望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台湾先生谷月涵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同时国泰投信的张庸川总经理 来一起跟大家来谈谈未来整个经济的展望 我们来看看在农历过年前 第一个我们看到 今天谷月涵先生会带来六大趋势 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 在2022年结束的时候 全球股市大致上的一个架构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全球股市在美国的部分 废城半导体跟纳斯达克 我标原色的部分 跌幅特别惨重 是美国废城半导体下跌35.83 这当然跟晶片战争有点关系 纳斯达克因为美国重型科技公司 跌幅很惨重 所以也跌了33.1% 标幅500跌19.44 他最长跌了29.7 那道琼跌了8.78 那现在看起来 这是美国的跌幅 德国是下跌12.35 还好 台股是跌了22.4% 另外我们看到 大陆的上海A股下跌15.1 深圳的A股跌21.94 富盛300下跌21.63 这当中香港在农历过年前 它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也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 香港的恒生最惨跌到37.6% 国企指数下跌40.2% 但是在岁末年中 展开一波非常大的反弹 它坛生了6000点以上 那现在看起来 它也给全世界带来一个 比较大的亮点 另外日本下跌9.37 南韩跌了24.9% 比台股来得要重 那我打勾勾的部分 是在2022年表现相对出色的是 印尼、印度、新加坡跟泰国 那福志明在2021年表现非常好 它全年上涨35.6 但是在2022年是下跌32.63% 所以它几乎都跌回去了 核内下跌55.56% 这是大概全球股市 尤其亚太市场跟大家比较相关的 这个大家可以稍微来做一个参考 同时国际的会市 美元一支独秀从95.67% 拉升到最高114.778 最后收盘103.494 那大致上它升值8.16% 欧元跟英镑在过去一年 最惨的时候英镑跌到1.035对一美元 欧元跌到0.958 新台币最低跌到32.335 那韩元跌到1446.37 这是大概亚洲货币当中 比较大的跌幅 日元在去年最低看到151.94 大致上这是一个 我们在盘点国际的股汇市当中 所呈现的一个状况 好那2022年的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过去这一年 整个全球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下跌 那么我们在这个大跌当中 它最少股债市大概少了30兆美元 这个股票市场市值少了18兆美元 台股大概市值增花13兆5000亿 外资卖超1兆2300亿 好进入到一个新的年代之后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现在通膨跟经济的衰退 大概正在迎面而来 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看到股价跌了一整年 股价跌了一整年 未来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相信今天是大家都高度关注的 2023年我想 突然有几个关键 一个是俄乌战争的一个远近 另外一个是通膨的动向 另外一个在中国解封以后 对全世界带来的变化 另外中国的变数也包括美中的角力 我想这是大概今天我们要谈的四个重点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美元指数开始在下滑了 这个从最高点 那么现在开始下滑 包括长线的KD指标也是往下在弯曲 所以大致上美元已经呈现一个比较相对的弱势 那道琼跟这个汇城半导体 他的长线KD指标在低档交叉 那这个交叉大致上可以看到 去年这个时候全世界股市都在创新高 而且大家对未来一年充满乐观希望 那现在这个时候刚好倒转过来 全世界大家都非常悲观 大家都在看 这个美国的首席 IMF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特别提到 他说美国2023年 这个有50%的机会 经济会陷入衰退 那这个联准会的副主席 布雷纳德他还讲 他说有需要继续收紧政策 那美国的经济学家也特别提到 他说联准会升息只会更高 而且会升过头 但是现在看起来 现在的殖利率开始 公债殖利率开始在往下了 那我想在2023年 大家这张图可以再参考一下 在2022年的时候 整个CPI的数字非常的高 到11月7.1 那么现在看起来 大家在看2023年对照的CPI 是刚好2022年相对的高基期 所以现在要去看 在农历过年之后 美国的升息到底后面的政策 在2022年 美国升息7次总共升了17码 这个17码也造成在全球股市 大致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那么我看郭公克先生特别提到 他说美国稍微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48.4 中国47 日本48.9 欧元区47.8 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景气同步进入收收阶阶段 他说台湾外资依然对外贸依存度超过120%以上 制造业景气很难置外于全世界 这是大家今年所看到的一个未来的景象 今天我们要来针对 在农历过完年之后的初年 我想大家都回到工作岗位了 对未来的投资布局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老朋友 我们先请我们Peter来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谢谢各位 祝大家一个新年快乐 春门东方 前兔四敬 好 欢迎我们请张总经理 社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兔年祝大家财源滚滚来 财富兔飞猛进大吉大利 好 欢迎 我想今天大家都在期待台股的开红盘 那我相信经过这个很长的这个长假 还估计在在农历过年前 大致让大家进出意愿 成交量都很低了 但是在现在的国际情势当中 经过一整年的下跌之后 大家也希望在2023年或兔年 大家能够有扭转乾坤的机会 好 那我想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 再来跟大家来谈谈 在兔年大家未来的投资布局 到底怎么做 那Peter现在你有六大预测 等下先来谈谈你的六大预测 好不好 好 这段广告回来 好 这个新年大家都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去年的这个刚刚开年的时候 大家同样充满希望 但是我看2022年的元月 大家都跌很惨 元月5号大概全世界都创新高 后面那个好像崩盘一般 跌势惨烈 那这样一跌跌了一整年 好 今年到了兔年了 我相信大家老虎年很难过了 但是兔年现在有没有比较好的新的展望 好 我们请Peter来跟大家来谈谈 你怎么看兔年的投资跟未来的发展 就像市长讲了 这个去年是跌了一整年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风险已经减轻了蛮多了 而且是从今年开始了 很明显的是大部分的投资者都过度的悲观了 从个别的指数来看 从那个所谓的put to call ratio 或是这个资金部位来讲 其实大部分的法人跟个人的投资者 都已经有蛮悲观的一个position 那这样状况之下 我们通常讲说每一个人都悲观的时候 应该是要赶快去投资股票了 那现在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味道 不过能够维持多久了 我还是比较怀疑 因为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那么快就可以解决了 那什么问题 我想大家也很清楚是通膨了 那通膨基本上对联准会来讲 并不是要看那个数字 所谓的headline inflation number要下来了 他也要看这个数字的这个 expectation 就是inflation expectation也要下来 因为他那个联准会的总裁 Jerome Powell也知道在Volker的时代 就是80年代的时候 Volker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面对通膨起来得很快的时候 他也把利率也拉上来 拉上来很快这个通膨下来 他就觉得问题就解决了 他就开始降息了 结果通膨突然中又跳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就算这次联准会把利率可能拉到5% 甚至到5.25%的话 就在那边停止 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了 所以你说的那个利率正是会转换的话 我觉得会太早一点了 所以我对这个今年的上半年 还是觉得虽然会起来的 一开始会有起来的比较快一点 不过我还是维持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 所以你认为股价会先涨再回档 对 没错 那低点在第几季 低点在 我总是讲说年中 第二季第三季之间 对 差不多 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未来这一年利率还是会维持在高档 我用这个图来看就是说 现在4.25%大概可能再升三次 那后面大概升一次一码 这样升会到5到5.25% 那5到5.25% 我现在再看这一张图也是在沙盘推演一下 如果到2023年的时候 对照像今年的1月 它会对照去年的7.5% 所以相对高基期之后 到后面7.9% 8.5% 那已经比较高的基期了 我相信后面大概CPI 会慢慢在6靠5 那这个时候利率到5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这个现在的CPI 跟美国的联准会的利率 可能会交叉 这个交叉之后 要看后面的变化 就非常重要了 也就是说 大概通膨已经变成新常态 这个新常态当中 这个我把美国 中国 台湾 CPI跟PPI的变化 大概列了一张表 我们如果用去年的11月的数字 美国CPI 7.1到 它的PPI是7.4 那中国不断的降息 但是它的CPI 1.6 而PPI就1.3 所以看起来美国有通膨的压力 中国可能有通缩的这种引流 所以大家有不同的问题 可能要各自面对 所以这个结构并不是很一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2022年 2023年 在兔年之后 我们要一时把这个CPI降很低 像鲍尔在讲目标2% 我看不可能 现在最近科鲁曼讲说4%就不错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大家可能通膨 可能变成一个新常态 那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想国泰投信 在农历过年之前也有法收费 也跟投资大众做了一个比较直接的沟通 张总你来 你把这个现在的2023年 兔年当中 你们怎么看 未来的整个金融市场的投资环境 我们对2023年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因为2022年实在是太悲惨了 因为这个回顾过去 这个股市债市近百年的历史 股债双跌只有发生过4次 那第一次是这个1931年 美国这个经济大萧条 那第二次是1941年美国参加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第三次是1969年 美国发生这个停止性通膨跟这个石油危机 第四次是2018年的这个美中贸易大战 那第五次就是2022年的这个俄乌战争 以及这个联准会的一个暴力升级 不过回顾过去的这个四次的一个历史 其实在这个隔年 也就是这个1932年 1942年 1970年 还有2019年 这个股市跟债市 大部分都是呈现就反弹了 双跌之后就变成是双涨 除了这个1932年 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大萧条 所以这个就是股市 还是呈现一个个位数的下跌之外 其实呢之后隔年都是反弹 那当然就是说 目前大家还是关注在这个通胀 的一个这个就是回落的一个速度 那我们是觉得说 接下来的回落的速度 应该会比市场预期来的快一些 那主要原因就是说呢 第一个是我们看这个 就是占核心CPI三层的所谓这个 设算房租的一个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呢 随着这个联准会的一个这个升息 美国的这个房贷利率 一度高达7个percent 所以美国的这个房市降温的 非常的明确 那之后的话这个就是 设算房租的这个部分 也会慢慢下来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去年12月 美国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 虽然失业率还是维持在 这个3.5的一个低档 但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是在所谓这个薪资的年增率的部分 薪资年增率呢 是4.6个percent 比2022年初一度高达5.7个percent 其实是有明显的一个这个 就是趋缓 因为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薪资 跟物价的一个螺旋通膨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部分的隐忧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 让人担忧这样子 这个我特别要请教Peter 就是说现在如果你看美国的 现在这个升息的这种力道 我这张表 2000年葛林斯班当联总会主席的时候 他一度拉到6.5 但6.5时间很短 大概只有三个月 下来之后他大概回到1.5 然后伯兰克到2007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他又拉到5.5 那个时候大概有6个月左右 所以然后他下来之后 碰到金融海啸又变成0 所以我们有很长时间 其实人类的发展 大概以美国来讲 他的利率很长时间 贴近0到0.5 现在突然之间我们变成 4啦无啦 那个对产业一定会带来 非常巨大的影响 现在就要去思考一个 就是说当然未来 这种低资金成本的时代过去了 但是对美国来讲 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 美国为什么去年连续升7次 升17嘛 美国是用雷霆万军的力量 要把通风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因为美国其实他有一个 美国的两个考验 一个就是说 美国现在国家的负债 国债大概31兆多美金 如果利率拉得很高 5%的话 美国财政部怎么受得了 第二个就是 美国的公债现在流动性 剩下24.3 也就是说你看日本 中国都在卖美国国债 如果利率一直拉高 全世界把国债全部倒回给美国 美国财政部要去接 所以叶伦讲说 明年通膨一定会降温 美国其实不太能够忍受 利率长期高高挂在高档 所以这个就在 突然以后 我们看到国际的整个利率的结构 跟它的现实 这点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 最近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是 欧洲然后日本的两个洋行 都已经表现 他们也要把利率拉上来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日本可能 明年4月份会 他们的洋行的总台会换掉 换的新的总台 应该是算是比较鹰派 那么 所以这次 总台已经 帮他已经 稍微暴露了 那如果日币的利率 真的是要升值的话 上去的话 就像是这样讲说 这日本的投资者 有差不多 大概整个美国的共产 大概有17%的 如果他们有开始把这个资金 留回日本的话 这个也会给美国利率 非常大压力 那么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 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那个有一个利率的一个状况的话 你已经维持非常高的一个负债率了 尤其是在公债来讲 美国 其实日本的中国 欧洲政府 都他们的负债率是非常非常高 那很多美国公司也是 过去这几年也把 发行公司债 然后就回买他们的股票 因为他这样子 可以把EPS拉得很高 所以整个经济来讲是 另外一点是消费值在美国 也最近又开始用很多消费的负债 去增加他们的购买力量 所以整个经济 其实他对这个利率非常敏感了 所以你说美国经济不会衰退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再加上 在历史上只要利率拉到那么高 只要利率的趋势线 这样子倒挂得那么的严重 从来没有一次没有经济衰退了 那你再加上经济衰退 再加上利率很高 我觉得其实 我不会这么的乐观 我想这个我们要进入广告 回来我们再请张总来回应一下 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况 我常讲 航情总在结合中诞生 但在乐观中毁灭 今年跟去年刚好两种典型 为什么 去年这个时候 大家都非常乐观 你看一月份 美国的道琼最高36594 那时候会成半导致到4086 这个我们先进入广告 我回来 我把这个资料再给我们张总看 你再回应一下好不好 稍微回来 好 这个我要特别讲 每一年金周刊都会访问 大概像每一年 他找三十个五十个专家 预测股票市场 后来你想一想 我稍微再给他仔细看一下 去年看两万很多 看一万八的很多 高点 第一点最差看到一万五 但是最后都一万两千六百一十九 这跟原来大家想的都不一样 看好的产业里面 有那个贵行业 有看那个金银代工 后来你发现 跌最惨就是这种 所以这个另外后来发现 原来大家预测 可能原来年初的预测 每次都不准 所以我们来参考一下 这个到去年前三季为止 我们农历过年之后 你看到我们第四季 季报大概三月初才会公布 但是台湾其实到去年前三季 货业绩好都不得了 就是说我们连续六个季度 单机获利都超过一兆以上 那去年前三季年三点三九兆 那我相信去年赚四兆以上没问题 台湾的企业获利突然大放异彩 为什么 在2019年以前 我们一年赚一点九九兆 我们从来没超过两兆 但到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 到了最高两兆四千六百亿 2021年赚了四兆两千九百八十亿 那个是最高峰的 到第四季看起来情况就不妙了 所以你看好多产业 后柜三雄 2020年前三季赚五千六百三十三亿 长荣每一季 去年前三季每一季都赚超过一千亿 这不得了 然后你到12月的时候你发现 三家后柜航山营收都稍五十八 所以突然之间 他好像悬崖式最矮就掉下来了 今年代工 今年代工四家公司 前三季赚八千两百一十二亿 台湾税收会增加 跟半导体有关 你看到IC设计 你把联花科联永跟瑞翼 三个加起来一千三百七十六亿 这个把台湾最会赚钱的 七家半导体公司算上去 2020年前三季赚九千五百八十九亿 我们全体上市归公司赚三点三九兆 这七家半导体公司赚快三分之一 这不得了 所以台湾去年的业绩实在没话讲 但是你后来发现业绩非常好 但股价跌很惨 所以我最近有的朋友跟我讲 我说这个话 我有朋友很悲观 他说认为经济会衰退 股价会大跌 我说这个话去年这个时候就应该讲 为什么 去年讲的时候都很乐观 但是去年跌一整年 为什么 这个一整年的下跌 就在反映现在的不好 那现在你看到一定坏消息 为什么 现在你只要好消息股价一定跌 这个现在微妙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你现在看到一定都是坏消息 所以我们看台股的基本面 其实是不错的 国台同性的法说 我也稍微看了一下 你再跟大家来谈谈 这个你们看好的理由 确实就是说台股过去两年 受惠这个疫情 产生了一些超额需求 像是这个居家办公 居家这个教学 这个采购很多这个电脑设备 网通设备 手机电视等等 那也看到就是说 因为这个塞港 造成这个货柜的一个周转降低 这个货柜运价呢 涨了好几倍 那这个现在呢 看起来都像SCFI 现在都跌回一千多点 那整个这个电子供应链呢 目前也在进行这个存货的一个调整 不过我们也看到 有这个一些曙光出现 像是比较早开始进行这个存货调整 像是面板 从这个2022年的Q1 就开始踩刹车 那相关的这一些就是 Driver IC的供应链呢 在这个去年的12月 也开始看到这个客户重新开始下单 所以大概要经过三个季度的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早调整的这个产业呢 可以早这个恢复一个正常 所以我们预估啊 就是说整个这个台湾的电子业整体来想 像是这个PC啦 这一些大概是在2022年的这个Q3 开始发现情况不对 这个宏基的陈进胜最早出来喊 他最近说清理的差不多了 那当然每一家的这个步调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说在明年的这个就是年中 大概整个这个存货 可以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准 那下半年有新产品要推出来 整个这个电子的这一些 这个成长的动能 应该就可以恢复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我想你刚才讲到全世界 在疫情这三年 原来最厉害是什么 Zoom跟Pelotin 这两家公司很有意思 那个疫情开始之后 因为视讯会议变成主流 所以突然之间Zoom的股价大幅飙涨 然后疫情爆发之后 很多人没有办法到室外运动 就在家里看电视 这个视讯的这个运动Pelotin 股价大幅上涨 所以我这张图是很有意思 这个Zoom的股价原来59块9毛4 结果在疫情爆发到2021年的年初 他已经涨到588.84 一下大概涨10倍 这两年疫情到高峰之后 现在下来了 现在回到63.55 这不得了 他等于回到原点 他这样 这个叫爬一座山 爬到山顶山 现在回到山脚下了 那Pelotin更惨 他原来17块7开始上涨 涨到171 掉下来之后还升6.66 这个无法想象 他比原来更惨 为什么 他亏了更多 所以这个就是说 在疫情爆发的三年当中 他所呈现的一个这个世界的循环 就是说股价 行情都在憧憬中 一直爬到最高点 等到你很乐观的时候 突然他就掉下来了 那现在我要特别请教Peter 就是说 你看到 美元其实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他在低点 你看到 那时候看坏美元很多 包括Steam Road 他说美元会再暴跌35% 我说这个也够低了 怎么还暴跌 我说在35%就等于 回到美元指数回到50 那不太可能 结果他变成大涨 所以美元大涨的时候 全世界大一塌糊涂 那我特别请教Peter 就是说 美元这样 在全世界升息的环境当中 美国跟其他国家的利差 拉大了 你看中国现在2.9 美国现在最少3.5附近 那这个美国跟英国 美国跟华国跟德国 利差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美元回档 我认为它也跌不了太深 所以2023年 突然之后 美元的动向还是投资 非常重要的指标 我们怎么看美元的总是 美元的总是有 两个最大的因素 应该是说三个最大的因素 第一个是 你刚刚讲这个利差 第二个是 美国政府的预算 的利差 然后第三个是 美国经济成长 跟其他国家 来做比较 那么 利差 美元是高于 几乎所有的 其他的国家 大国家的利率 不过 就像我刚刚讲说 他们有开始在跟算 把这个落差 稍微 补贴一点 那第二个是 美国的 这个 政府的 那个政治的 预算的 这个利差 这个利差 可以从0到 15% GDP的一个比例来讲 到 大概两三四年之内 你上上看 从0到15% 这个是 基本上是把 GDP的这个增加 15%的一个 成长了 也同时 也会变成一个 美国那个 贸易的一个逆差 那个贸易有逆差的话 他等于是把美金 丢到国外去了 就是增加这个 这个 美国的那个 货币的供给 跟 洋行的政治 基本上是没有关系 这个政治 它也会增加 这个美国的 那个 美元的 那个汇率 那 因为 那这个利差 是有减少很多 因为刚刚 前两年呢 当然因为有 疫情的关系 美国的 政治的 那个 那个利差 很大 后来就 就变很少 那现在呢 又会扩大 今年应该是会扩大 因为 如果经济 真的是有 慢下来的话 那么 就会有 税的 收入会减少 那最后呢 是这个 成长的 这个落差 那如果 像我 认为是 有一个 潜力的一个问题 是 有高负债的国家 就像 比较弱的国家 像之前的 希腊 西班牙 南美洲的国家 因为他们 负债率 这么的高 如果利率 一直在维持 这么高的一个 比例的话 他们会有一个 类似一个 金融风暴的 一个风险了 那这样子 就变成说 美国反而会变成一个 比较 安全的 而且经济 比较 反正稳定的一个国家 那如果有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美元一定会升值 那美国一升值的话 会给这些国家 更大的压力了 所以这变成一个 恶性的一个循环了 那 这个我认为是 可能性 没有说很大 不过 只要有发生的话 这个影响会也很严重 这当中我特别请教你 其实美国 这次众议院 Kenzie 他经过15回合 才选上 还有他答应 很多附加条件 他一个人就可以罢免他了 然后 现在 他会面对 美国现在 31兆的 举债上限 也到了 这个时候 众议院如果不会过 那这个就很麻烦了 所以美国现在 在这个政治上 2024又面临美国的大选 所以在这段时间 美国可能在政治上 会有什么变化 对啊 因为美国这个 中议院是控制 美国的中国预算 然后这些比较 极右派的 共和党的人员 都已经表示 他们要 对对对 所以就 如果他们真的是 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话 那个美国的预算 逆差 减少的话 这个就会 对美金是很有帮助 对 股票市场 对经济的 是非常负面的一个问题 是 我想 现在大概你可以看 皮特你刚才提到 希腊 希腊股票 今年 去年一年表现很好 他已经在高点了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你看 欧乌战争理论上 对德国伤害最大 但德国现在 股票其实 是多头走势 就是说他站上连线 荷兰也有同样的情况 那华国有同样的情况 那高盛最近在讲 欧洲 这个今年的经济 有望成长 这个就比较特殊 就是说 原来我们看 欧洲的经济 大家都很悲观 但是 现在如果看股票市场 他走出来这个格局 到2022年到23年年初 欧洲股市表现最强劲 你看德国已经看 看起来他距离高点 没有很远 德国现在一万四千多点 我们是一万八千 掉回来 现在一万四 德国是一万六 掉到现在 德国的指数 跟台股的指数 相差没有多少 那这个现象 都其实都非常值得 大家来探究 就是说这后面到底背后有什么意涵 我们进到广告之后 回来看 国泰在2023年的整个投资展望当中 台股现在当然基本面 现在是在往下修正 但是美国经济衰退 全世界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是要把通膨打下来的 必要之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2023年其实 现在大家多高度关注 一个衰退跟高通膨 可能会变成一个 这个全球两个主要的主旋利 那衰退会变成2023年的 投资的主着 在投资规划上 国泰投信 建议大家在2023年当中 有什么样一个策略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稍微来 好 欢迎再回到现场 我想每一年金座刊局都做 这个对专家做调查 那第一个呢 他说你对2023年全球经济的看法 现在会比去年差 百分之69.9% 他说2023年台湾经济景气展望 也是同样都占 都今年会比去年差 那明年是先蹲后跳了一点 高档会在第四季上看18000 低点在第二季 大约在13000 因为没有很差 现在有人看8000多了 那这个看起来 我看没有那么悲观 那台股展望 对2023年大盘的指数 有超过55%以上的人认为会介于 16000到17000之间 这个大概中位数 这个最高 然后呢 这个平均的指数会在 14000到15000之间 那大概低点是13000到14000 看法最多了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对未来的景气是比较悲观的 那悲观当中其实 我把李仲耀的看法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李仲耀说2023年 这个美国庞大热钱未回收的情况下 2023年台股走势不用太悲观 第二个今年台股的高点 18619 可能会是天花板 那三个注意点 一个是14917 一个是15624 一个是16330点 三个低点 一个8523 一个11000 一个12629 这在去年的最低点 那我想这个也请我们用餐胸 跟大家来谈谈国泰的看法 我们觉得今年台股的一个走势 会比较是一个区间 震荡整理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主要的原因就是 整个台湾的外贸出口 上半年还在一个调整的阶段 那下半年随着库存的一个 就是清理完成新产品的推出 才会比较有动能 所以我们是看这个台股的一个区间 大概在14000到16000 这个区间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大家在这个操作上面的话 就是说胜选这个切入点 那这个你的上涨空间会比较大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就是推荐这个客人 可以适度的来考虑 配置一些我们讲说投资等级债券 在过去这几年可以说都是 只要全部重压股票就好了 股票就是一直涨 那债券的收益率只有大概2% 甚至2%不到 但是随着这个领主会的升息 我们看这个美国这个投资等级债券 现在的这个收益率已经有来到5%以上 所以这个适度的配置 这个投资等级债券 再搭配一些我们讲说这个高股息的这个股票 其实是面对我们讲说在这个景气调整的一个最后阶段 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这个投资组合 今年投进我看大家都在花债券型基金 所以这个你看 因为去年是债券 这个美国公债殖利率从不到1 拉到最高4.479 那今年看起来 债券殖利率现在再往下走 那往下走 现在大家就觉得债券的殖利率到高点了 所以大家很想在债券市场大显顺索 彼得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 因为这个趋势线 那个利率趋势线是倒过了 这变成说如果要回复增长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长期利率的上涨的空间 还是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就算我们刚刚讲说 尤其是在美金来讲 如果日本欧洲都要跟上美国这个政治的话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cycle的这个位置来讲 其实我们认为还是在短期的 受益的市场比较安全一点 我想现在这个市场变化是大的 我想两个足够大家注意的 一个就是现在他来讲 台湾会不会变乌克兰 其实最近泽伦斯基到美国访问 你看到两个比较大的变化 一个天然气的价格突然爆跌60%以上 那卢布突然从升值变成回扁 他从50左右他扁到73左右 所以大家也在猜 俄乌战争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展 那这当中油价在开年跌了8% 石油的价格在俄乌开战的时候133以上 那现在大概掉到70到80之间 就大概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落 那这个时候到2023年之后 突然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也许俄乌战争突然之间 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另外一个大概我们也看到 香港股市在农历过年前表现非常好 突然之间很多股票都大涨 这个大涨背后代表中国经济在解封 给很多的投行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就是说大家认为中国经济解封之后 它会重新回到经济成长的轨道 然后带动炎物料的需求 比方说油价可能会上来 然后碰碰又会产生新的变化的方向 我们尽量广告之后 Peter来跟大家来解答这个问题 好不好 稍微回来 好 这个在农历过年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华尔街日报不断的在强调 认为习近平的政策改变了 也就是说他突然从动态清零 变成一个完全就跟病毒共存 那这个给全世界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 当然你在这段时间看香港的股市 突然之间他也没什么理由 突然之间他涨了六七千点 那很多股票都涨好几倍 那这个时候我想大家会突然感受到 当然景气是不好 基本面是不好是不变坏的 但是香港是过去三年得最惨的 他现在带头开始往前冲的时候 这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想法 当然认为股市有能够上涨的话 大家都应该是会比较看得比较乐观一点 不过就像我觉得现在包括美国市场 也有一点高空的一个感觉了 就是说大家被关得太久了 卖得太多 放空也太多了 所以总是会有一些回档了 香港基本上它只是一个 中国的延伸出来的一个市场 所以它另外一个当然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中国已经把这个 COVID的这个政治已经结束掉了 就一开始会国内市场 中国的国内市场会比较乱了 不过久了以后应该经济会开始在复苏了 那复苏对国外 对我们台湾或是对国际的市场的影响 并不是有那么好 或是那么的明显 因为过去来看 其实中国的它经济成长 或是它股市的cycle 跟国外的不太一样 它有自己的一个方向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风靡的经济了 再加上现在它因为在半导体这一块 也是受到美国管制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能够进口一些电子产品的 也是有限的 它能够进口什么比较大 就是石油 那如果中国经济真的是开始复苏了 那石油油价应该也会上去 油价上去 那就是又来一个通膨的方面的压力 那其实通常这些商品的物价 就像石油 铜等等 它的这个价钱算是一个 所谓的late cycle的一个产品 所以经济开始在衰退的时候 它的价钱还是会上去 你看在2008年的时候 股票 全市的股票都在大崩盘了 油价还有其他的这些商品的价钱 又上去了很长一波了 后来又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明显的因素就是 中国会带动有价的趋势也会影响到通膨的问题 我想最后请我们张总来跟大家对兔年的投资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提醒一下 我想兔年的投资可以说是上半年 这个股债平衡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策略 那到了下半年的时候 随着这个景气复苏的一个趋势 逐渐的更明朗化 那再可以增加这个股市的一个配置的比重 那股债平衡的话呢 我们觉得这个现在整个殖利率有到5个%的这个投资等级债券 它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标的 我讲这个2023年的开端 现在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2023年2022年全世界都很乐观 结果一月份都暴跌 那2023年刚开始大家都很悲观 但是一月份股票都大涨 所以刚刚跟去年两个完全相反的格局 那去年是农从年初一路得到年底 那今年开始从年初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的彩头 那现在开始我们农历年开始展开吐连的行情 那我想也是值得大家高度 从错种复杂的变数当中 开始要理清头绪的 一方面你现在接受下来大概都看到坏的 你看营收会衰退 我看有的公司营收衰退50几% 也有60%的 那这个情况股价它其实 你看最近稳貌突然之间 营收衰退50几% 股价反弹六成 那这个就是大概行情总在结枉中诞生 那大家可以有一个新的想法 那也祝大家突然投资 大家能够比去年的苦年更加丰收 感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